讓我們比個OK好了 希望大家覺得安心 衛福部長陳時中 發現電影公司總經理 陳佑雄 沒在支票上簽名 惹得全場大笑 電影發行公司舉辦公益首映活動 並捐贈31萬1624元 新台幣給衛福部 為防疫盡一份心力 陳時中除了感謝也表示 電影能療癒心理 心理健全 才能更有力量 來對抗生理上的一些病毒 觀眾一定會慢慢的回流 尤其在文化部的努力之下 一定有更多的人 會來參與我們這樣的 一個生活的藝術 我們繼這個行政院的 三倍券之後 剛剛主持人也特別提到 文化部投入了12億 我們發行這個易放券 那每人一人一機600塊 那我們預計發行200萬份 文化部次長 彭俊恆表示 希望透過易放券 將民眾的三倍券 引導到藝衛產業上消費 大家一起挺藝衛 因為藝衛產業在這波疫情下 也是受創嚴重 隱城公關資深經理李光爵說 雖然觀影人潮開始回流 但離正常還有很大一段距離 三十月真的是太糟糕的數字 所以要比三十月還要高的數字 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但是它跟我們往年正常的 來比較的話 其實現在的數字 跟以往的周末數字 還是相差非常大的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戲院在這四個多月來的一個經營 是非常的辛苦的一件事情 李光爵表示 預計在好萊塢的大片 確定檔期後 人潮就比較能夠穩定回流 時間點應該會落在七月份 以期待政府發放的 一放券三倍券能提升來克數 映稱也將配合 推出相應的優惠